除了看原住民的织品艺术展 另外还要带您来听好听的音乐 2022太鲁阁峡谷音乐节 以非要二时远山辽阔为主题 邀请到台北爱乐交响乐团 范德腾&许哲成双钢琴 原住民歌手王红恩 以及许多花莲在地的团体等前来演出 活动内容精彩可期 那么11月22号就要邀请大家 一同来享受美妙的峡谷音乐 举办20年的好口碑 深守其爱的户外音乐饗宴 派馆处4号上午举办活动记者会 特别邀请到台北爱乐交响乐团 以及花莲高宫原住民舞蹈团演出 也宣告活动正式启动 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台鲁格峡谷音乐节2002年首次举办 资金已迈入20年 虽然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停办 但是在全民齐心落实防疫的政策后 今年又能够如期举办 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讲说 国家公园其实是位在原住民乡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表演的内容 还是会扣紧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甚至我们邀请的汪峰跟 也是波隆族的原住民的音乐歌手 那我想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小谷音乐节有停办 那今年事实上从2002年到现在 已经是第二十届了 那我想在这个 不管在疫情在症灾方面 那我们很想说 透过这个机会 然后透过音乐的抚慰 然后希望民众能够到这个地方来 那享受大自然 享受美好的音乐 在台鲁格群山峡谷美景当中 聆听自然天籁与音乐家 现场演出融为一体 是峡谷音乐节最吸引人的特色 每年都吸引数千到上万人参加 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也透过音乐引领民众走入国家公园 体验国家公园自然 人文之美 记者林杰 休林乡 彩膀 老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